大家好 觀眾 帶你關心到在立法院最新 前立委黃國昌從時代力量來到了民眾黨 而昨天他們黨主席柯文則被問到了 他的表現如何 他則是說到了黃國昌的戰力 我們五個立委都不如 不過民眾黨的立委其實有不同的聲音 來聽一下他們稍早說法 你們一定不承認他的說法 心裡一定不舒服 因為大家看這四年八個會期 我們五個委員的優秀立委口袋國會的評鑑 堆起來都比一零一高 所以我覺得主席只是在跟黃國昌老師 就是說希望他把以前的這個戰力帶回來 監督這個執政黨 當時答應這樣的 答應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一個決議 其實就是本人性本善的 人性本善的一個原則 就是互相信任的原則 政黨和解 社會和諧 兩岸和平這樣的原則 變成人性本善的原則來去信任 如果這個後來發覺 這個是一個原本就設好的局 或者是原本就設好的 行軍入用的狀況 甚至是這兩天 就有一些奇奇怪怪假民調 奇奇怪怪的樣本抽樣的方式 那這個我覺得全國的人民也在看 民眾黨立委賴香菱 他的意思是說 其實主席只是在對黃國昌示好而已 他們也拿出自己的表現 覺得自己這四年在立院 其實做得非常的好 那麼另外呢 其實明天也就是18號的上午 藍白河底定之後呢 將由馬伴公布 到底是侯科配還是科侯配 民眾黨立委們也呼籲了 希望不要有任何的政治操作 以及操作民調 希望最後呢 將由民意來決定 到底是如何搭檔 以上是在立法院最新 將時間鏡頭交給Pony直播